所以在这边野菜也是有相当多竹科的种类 那比如说像这个耳栽草叫Sama 然后土耳栽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 Dakinti 然后大花咸枫草Gatsby 这我如果念错就是小文 植物专家特别介绍主人常食用的野菜 中文 主语名称 种类 课别等 参加的学员也在主人的带领解说下 实地到田区菜园认识 那独立目前为止大概就是吃了十几种 那夏天呢比较常吃的是我们的苦瓜叶 跟山柚的那个嫩叶 那还有一些就是山叔跟比较常 大家常吃的山叔跟桂尿 这几种的那个野菜 阿美族人使用的野菜至少有20多种以上 有茄科的龙葵 车轮苦节 吉科的山桶蒿 土耳菜等 现代部落人口都是外流 对于传统野菜文化 采集智慧 因少接触而随之淡忘或不认识 为了传承 部落特别透过台东领馆处 李山离海计划 办理野菜文化调查课程 吸引年轻主人参加 我不知道野菜不多 就是比较常吃到就是达土根 然后山马 藤青那些 然后其他的 其他可能有吃过但是不知道名称 人家文化真实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以在文化传承上面我们怕会有一些隔阂 所以我们希望把用现代的科学知识 跟部落文化背景的一个族语的名称做一个衔接 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记录来留给后代 然后让这些东西可以被历史完整的记录下来 不要遗失掉 部落期望透过调查 能将部落传统野菜文化 及采集智慧 记录成书册 传承给部落族人 原始新闻法卧 台东成功 采访报导